马上过年了 媳妇在丈母娘家不走 媳妇 媳妇 这啥 该回家了媳妇 快过年了呀 在丈母娘家住了好几天了 这才几天啊 你平时多住两天 现在快过年了 不得回家了吗 今天哪有 离过年还有 多好几天呢 没几天了 就这几天就过年了 走三十的再走不就来得及吗 回家过年又不在这 不回家打扫卫生收拾是吗 家里还没弄呢 家里都收拾完了 哪有啊 还没打扫除呢 我天天收拾收拾不是收拾忙了 是吧 该回家了呀 年底了 你怎么 你干嘛 你走 你收拾完了 你再来 我再 你跟我说一声 我再来 我自己回家像什么 咋都不像什么 坐到哪都带着我 狗屁高 你是咱一家之主啊 你得回 你是咱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还给你了 你当一家之主去吧 咱年也送了 住也住了 得回家了呀 媳妇 闹不死鼠吗 你在那 你走吧 天天在这多好呀 有给做饭吃的 有给看孩子的 回家我也给你做 我也给你看 给我看的 我给谁看的 那是谁的 那是你们家的孩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天天一干什么 给我干 我不走 人呢 旁边 你蹲这儿干啥呢 你蹲这儿干啥呢 不嫌冷 找蚂蚁了 大冬天有什么蚂蚁人 你搬家 你看吧 都回家了 回家了 走啊 进屋 哭了 出眼睛干什么呢 有风啊 进沙子了 这有什么风 头发丝都不动它 走 进屋呀 太冷了 外边 对外面清醒清醒 人间清醒就是你是吧 你如人间清醒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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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的了 你怎么了 怎么的 这都过年了 媳妇 你还在张望远家不走 这不是还没到吗 这还几天了呀 到年底了 你到年才谁走啊 那怕啥的 你看这网 网上都说过什么 你知道吗 寒冰 你大郎 刚在张望远家 天天在张望远家 不回 自己家都不回了 说我什么 到插门 上门女婿 哎呦 什么 到插门上门女婿 老子呀 到插门不行 不是啊 关键 不是你在意人家说你干啥呀 小孩都姓韩 一个韩宇淼 一个韩宇晨 那咋不姓赵呢 他到插门上门女婿 这就是过年来送个年 这不是有空吗 我妈一个人在家里 多陪她两天 你说你天天管人家说什么干什么 房子车子都是你的名 孩子也都是你的名 钱虽然都在我这吧 也没几个钱 我说这个年我弟上丈母娘那去了 你爸你妈在家里老两口也不让咱回去 我说在这陪我妈 你又不同意 我就在这多住了两天 我爸说了 我爸说不让回去 你真不回去了 这两天过年了降温 咱爸说不让回去 怕小孩肝感冒好了又感冒 咱也不回去 他只是说说说说过年那几天我看来也不是黑了 怎么都不能回去啊 一年到头不回家那更成上门女婿了 哈哈哈哈哈哈 旁边都出来人了 那嫂子都出来了 别点丢人 回家呀 快走 今天本来就打算回家的 不得吃个中午饭的吗 快点干 进屋吧 但是太冷了 你没说在这过年呀 你就不走呢 人家说你是上门女婿 你这么在意人家说的干什么 赶紧走吧 快点干 进屋吧 太冷了 吃饭吧 吃饭 吃饭 他不躲他 快走 管你还怎么在这管你 咱们叫发话了 看 你看那个 本来就 我现在多在这住两天 没想到在这过年呀 人家都说他这上门女婿 他就当真了 真是 这种人呀